我们最近看到 上一个月 朝中谢宗父亲王子 李宁 这个人家是一个断无修善 吉功累得的人家 做好事啊 针灸苦就难了 功德很大了 随着父亲一生不幸福 灵命忠实 最后那口气还没断 他劝他爸爸 吉罗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真有 你应该要相信 要发愿求神 他爸爸点头 很难的 点头 然后带着他 念 南无阿弥陀佛 九年一生就断气了 永远陌生 陌生了 很多人看到不可思议的瑞相 看到大莲花 莲花放光 他们还拍这个 记录品 全身柔软 比活的时候还柔软 他叫大众 跟他爸爸勿说 人家收上阴炼 像棉花一样 都呆了 那换句话说 顾顾都相信 那往生这一句 一念就往生 这么容易破难啊 为什么这么殊胜 我告诉他 你这三年来 吉的功德 使这个地球上的人 现代人 没有一个能跟你相比 你做的是真功德 真是佛宝 我是你很年轻 正感 永远不要退心 你的佛会将来 不会在海鲜老河上之下 为什么 佛一定叫你长驻世间 表发 都正遂 佛所需要的 就像你这样的人 啊 真能放下 啊 真能放下